大小姐 二小姐 永安王妃刚刚不小心在院外看风景的时候崴了脚 已经被送到师父的禅房去救治了 您和二小姐快去看看吧 什么 母亲受伤了 姐姐 我们快过去 等等 我也等一 母亲受伤了 最先找的人难道不是我 还有 昭云 你如今是我的粗屎丫头 你是怎么绕开其他的丫头和婆子跑到我面前来的 对啊 被圣锦书这么一问 秋实也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你求姐姐带你来的时候 不是说只是来给病重的弟弟求个命签吗 你不去求签 却慌慌张张地往姐姐屋里钻 你说 母亲到底上没上 你是不是在骗我们 奴婢不敢欺骗小姐 奴婢也是去给弟弟求命签的路上撞上了这件事情的 大小姐 奴婢一直都是您的人 虽然奴婢惹您生气了 可是奴婢还是事事都惦念着您 奴婢知道您很在意永安王妃 所以奴婢看见永安王妃伤了 就急急地跑过来告诉您了 许 许日奴婢跑得太快了 院里的那些人又知道奴婢不会做对大小姐不利的事情 就只当是没看见奴婢往这边过来吧 至于大小姐您懂意的是 自然永安王妃是知道的 但她都已经疼晕过去了 刚好小师傅说敬惠师傅是正骨之伤的高手 婆子和丫头就将王妃送去敬惠师傅的禅房了 敬惠 你起来 敬惠师傅的禅房在哪儿 你带我们过去 不管母亲是真的伤了还是假的伤了 母亲说出去走一会儿就回来 但是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 还没回来却是真的 她不如去探探叙事 是 大小姐 昭云心中一喜 圣景书上当了 计划开始了 大小姐 二小姐 请个奴婢来 姐姐 我先会没事的 走